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清戒正的涉乎一关 提摩子叫做清戒正的涉乎一关 涉乎是关明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似乎这个关明呢 在这个邪情的实际经济很少出现 比方说 这个 这个 在实际 有含蓄政见 他只讲到 相 相依级 要算乎 相依级 有珊瑚 语文是这样说的 相依级 有珊瑚 有吃珊瑚 有记 是这样的 下面的 下面的讲 三老 长小 焦花 三老 长焦花 似乎 挺手生 受乎学 游记 而游记 而游记是脖子自然 好 就这么几句 而其他几刻的一点 没有关于珊瑚的牺材 就这个相依级的 相依级 有吃珊瑚 有意 讲到这么一句话 而且三户的知识呢 是干什么呢 是 搞实话 受估计 可以说 我们在游门庆间的 情况下 大不相同 到处是珊瑚 花蜜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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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户 要怎样些,在它乡,是这样。这个积极进去,都要收乎这部分。 积极得很具体,这就是说,云门秦演的渠道,为秦的官司的演员创开了大门,特别是三府这个官。 因此,我就决门责了秦司的三府一官。 他说,干什么的?秦极正的三府一官,我就继续。 秦极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习人那些秦极限,横出来的地方,都是秦极正的秦极提起来。 通过这个云门庆舰,就会把这个山湖的管理的信号搞清楚 基本上认为一个学书,搞起一个义团来 那么下面,我就分别的一条一条地讲 下面,我就叫云门庆舰这个关于山湖医官的名称,组绍,还是干什么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清洁这个山湖医官很多 那么,第一个,我就讲到写里面,写其极核阵间的山湖 写其极核阵间的山湖名称很多 有一阵叫做写三湖 还是三个字连在一起的写三湖 根据石头的情况来看,写三湖与大山湖是同级的管理 因为写来写三湖之外,而是大山湖 因为写来写三湖之外,而是大山湖 那样要往往同志取歇 让他们的整个关系来看呢,好像大山湖就是叫写三湖 写三湖 写三湖也想疼此去 但是,他的姿色是管理吉他山湖 很多吉他山湖啊,都受大山湖或者吉山湖管理 通過很多理,這個理,那個理,都有這個情況。 可以知道這個大山湖與邪山湖,如果是兩政官的地方,他們是平行的。 大山湖的地位跟邪山湖相同。 我看來這個大山湖實際上就是邪山湖,那大山湖和邪山湖就相當於邪令。 一個是邪令,前二世紀都是這樣,相當於邪令,還是祝勤。 秦勤的邪令不小啊,為什麼?因為我還沒有軍那一季。 沒有州沒有軍,遲罪說怎樣啊? 所以說,啊?這樣啊,就是這個大山湖、邪山湖,地位是真要。 這個大山湖,就是第一正名城,我還兩個放在一起。 一個叫做大山湖,或者叫做解散湖。 他們是管理切切的,相當於邪令的管理。 第二點,在七山湖或者大山湖之下,還有很多具體的山湖。 那正的名城,叫做官社湖。 那社湖上面叫做官社湖。 叫官社湖。 一具體來分呢,那官社湖很多很多。 那還有很多的名城。 比方說,第一個名城,我現在講的, 官社湖的具體名城。 那官社湖的正名城。 叫做官社湖。 下面,具體來說,官社湖報告哪?誰呢? 第一,第一正,叫長守湖。 管理倉庫的。 比方說,這個一個倉庫,那個一個倉庫。 每一個倉庫是一個山湖。 叫做藏庫。 叫做藏庫山湖。 而藏庫, 主要是管理倉庫的。 屋庫。 其他一些棋屋啊什麼啊,都靠在藏庫裡頭。 管理倉庫。 主要是管理倉庫。 每一個藏庫。 每一個藏庫是一碗的。 一碗的倉庫。 叫做藏庫。 叫做藏庫。 藏庫就是藏庫。 藏庫就是藏庫。 好,屋門有個法律叫做藏庫。 關於藏庫的法律。 藏庫整個回頭都很清瘦。 萬事一機, 我當糧食這麼多的對話。 受益的時候, 藏庫庫要去觀看, 下面還有一些官。 藏庫下面的藏庫規定都很清瘦。 也可以看出这个厂守护的知识案,还是管理这个粮厂的。 管理粮厂的人还要举一些问题,粮厂去了,要登记。 你去厂的时候,进去的时候就完蛋,一出来,或者堵了,堵出来了,那要降少。 要爽了,或者这个厂守护要落水啊,厂坏了,粮食了着了,或者落狱,把粮食熬完了。 这些都要绝集了长守护的责任,要绝集责任。 所以柯金这个长守护啊,是管理粮厂的。 他的姿势很具体,他的下面呢,还有一些帮手,有三点人,至少有。 一种叫做猪,叫藏猪,猪是那户处的猪,人不和国民的猪,叫藏猪。 一种管理叫做猪,第二种管理叫做死,他下面的人。 死叫做历史地处的死。 死叫做历史,死叫做历史登基的。 啊,今天整了多少,两十十多啊,去了多少啊。 死,死,还有令人,藏猪的令。 有这么一些管理。 这都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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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床口都有。 这都是局勤的管理人员。 这都是管理人员。 这都是我说,我那管水户,包括很多水户的政城。 一种叫藏水户。第二种呢,叫苦水户,藏口的苦。 它不是刮床,它是刮库。 库与床的分别,主要是床是造粮食的,而库是造器物的。 也就是木材啊、粗细啊,其他一些根根器物啊,都叫库。 一门一个库,都是库与库。 库与库下面,一有猪,有狮,有一些地基管理,帮它管理库的,跟库与库一样。 库与库。 库与库,这是第二阵。 第三阵呢,叫铁与库。 库与库,只管理铁与库。 因为库与库,通过这个铁与库,还有一个话题叫做铁丽。 决门讲铁丽的情况。 我们通过这个铁丽啊,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还实行归有陶地制度。 陶地都会归讲谁。 啊,你到底如何跟证? 一些,整些什么粮食?啊? 不同的品证,固证多少? 这个商情怎么样? 又不有税灾、存灾等等这些情况? 都有这个铁与库管理。 哈哈,固证的很具体。 他下面也有租、有市。 一些敌机管理,帮他管理铁丽。 正的来说就是这样。 这个铁与库,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觉得山正了嘛, 湖与库, 铁与库, 铁与库, 还有, 鸠与库。 鸠是什么叫啊? 马鸠。 啊, 用马的, 拐马的地方叫做鸠。 铁与库。 一家床子一样的, 下面做个鸡子, 那个鸠。 到时候有个话里叫做鸠丽。 鸠丽。 鸠们讲这个, 这个鸠丽怎么管理话。 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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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鸠丽。